好 好 好 打算和大家玩一下 怎料 接觸又說斷了 轉頭去恢復 所以看到我剛才有個很驚惡的樣子 大家不要太驚惡了 我是Benjamin 今晚是原本沒有Live 那 我心癢癢 其實我知道很多老朋友都心癢癢 就做了一個Live 這個Live很明顯 就是 有些騙Live 還有有些 不是玩的 不過大家習慣了見面 晚上的時分 不好意思,今晚只有我和後面幾位主持 那些主持是公仔 整個古怪的公仔 所以讓大家看看 這個沒有什麼 明顯知道是我亂搭的 那家家地也是做過玩具的 那先說一下 今晚會說什麼 其實我們會和大家 新安 新安什麼 嘩,這樣也讓大家看到 我們明晚會去九龍灣一個戲院 一起參 即是看一個鐵甲萬俠的首映 希望到時會碰到大家 說明今晚玩具TV 其實一直用了廣東話 都不會說英文 大家放心 我的英文都很難聽 又說錯了 經常被人罵 我不要那麼怕 只是盡量能力做多些事情 今晚會和大家說什麼 有三十多人like 非常開心 四十多點 其實就會介紹一下玩具TV 其實很多朋友看玩具TV 都是看玩具 有趣的就是看我們主持的風趣幽默 或者我們蝦露鏡頭 像剛才我掉到地上收拾東西 今晚我們也想趁機會和大家介紹一下主持 因為以往做訪問的形式 其實大家都有點壓力 但是我們知道現在的網絡世界這麼大 其實很多種形式的表達都有存在 所以我們明白 我自己最關心的是 希望這些主持就做得開心 那麼 很多回應和評價 我們了解和明白的 所以我們努力做自己的事 那說什麼呢 今晚呢 其實我們接下來的玩具TV的網絡 我們就快會出爐了 沒有普通的網絡 但是都會有些多些簡介 好過一班男士在這裡玩玩玩具 但沒有人知道其實我們是什麼人 做什麼 你很... 你很... 很感觸 不是很感觸 我其實很感性的人 有機會和大家聊聊 那我不想借了玩具TV的平台 變成自己私人發怒素 千萬一定不可以 那會做什麼呢 我們一會兒會介紹一下 玩具TV的Youtube 以及玩具TV的其他主持 一些是Facebook 部份 我先問一下 同意 那全部都是一些 你是外邊人 外邊的朋友看到的 那當然 個別你可以Like他的Page 或者跟他AddFriend 其實都... 都可以最多部看到裡面的資料 但是這裡呢 先先介紹一下 有時候很多朋友都會問 這個是誰 其實有時候在街上遇到很多 很好的朋友 就是不認識的那些 就是看過TV的朋友 最多就叫 玩具TV 不要緊 那些就叫我 有人 有西 外國朋友 當我是德哥的 都不要緊 等於太歲和阿迪都會撈亂 那也有 那些朋友 就是 原來他不知道我做玩具 有時候在 在我公司附近撞到他 他不知道我做玩具 我一向都說我是做玩具的 就是我做生產設計 那不要說了 好像會賣廣告 因為我是做玩具業的人 那我是 當中有些朋友 我有一些支持也是做玩具業的 那... 那... 話歸正頭 因為太多人 越來越多朋友看 我就不想被人說得很淺 那當然背景 我是賣廣告的 哈哈 我喜歡的產品 或者做過的產品 好 那... 然後見不到我的小弟貓的樣子 我看看電腦畫面 那我先轉一轉 希望不要轉到川崩 唉! 唉! 那些書架也不害怕 不害怕 不會出川崩 那我轉一轉鏡頭 咦! 找不到那個 找到了 找到了 好了 好了,現今我看到是電腦,很明顯,很明顯是電腦 真是準備功夫,真是壞 公司夜蘭人靜 好,那就最好了,收音變得好很多 希望大家看到,我嘗試zoom一點 好了,那怎樣去玩具TV的Youtube呢? 其實很簡單 不好意思,今晚是廣東話的,外國的朋友,或者用華語的朋友都沒有介意,希望你明白我說什麼 其實我們有Youtube的,我們都分了很多部分 首先我們搜尋用具TV怎樣做呢? ToysTV就可以了,不用HK 很多朋友的like,先謝謝 可以跟我說話,因為今晚我對著這部機器,我可能會認到你們 按下去之後,你會看到,用具TV的Page,不用說了 其實我們是分了的 第一頁,你會看到一些上傳的影片那些 就正常了 那不如說說,其實影片我們要做呢? 如果想看完我們的影片,就按進第二部影片 就是這個部影片 最新的影片,你自己排列就可以了 你可以這樣 我再拎著一點 即是呢 你可以呢 在這裡排列的 這個位置可以選擇的,排序 選擇最新的,最多人看的 那你也可以的 那我不是教大家玩Youtube的 今晚 但是呢 就告訴大家,可以這樣搜尋一下 因為其實很多朋友 不太熟悉的情況 哎,好厲害 立刻發生事故了 那就是那個棍呢 如果不動它一段時間呢 就會發生這種情況 希望引到你們笑一笑 OK 好了 好,聽聽話話 哎,麻煩你聽聽話話 哇,好像傻了 夠了嗎? 拍完我公司的混亂情況 好,那這裡可以選 選那個 唉,我再拎了一點 反正都拎了 好了 那我們呢 OK 那這裡呢 哇,真的 一個人做Live是很吵架的 所以平時很感謝一群朋友幫忙 支持這件事 好了 那這裡有排序的 最熱門的那些 那這裡是Hobuster 最多人看 很開心 那,有些都說 全部都 喂,真的很多都是HotToy的 有3A 但是頭那六個都是HotToy的 有五個HotToy 恭喜了,陳先生 OK 那就 好了,排序是由你選的 那當然選最新 最舊就 當你們沒有興趣 那另外,第一個位置 就是有播放清單的 那這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我們分類 好像無線賣TV那樣呢 就是有什麼 最新節目 外購節目 新聞節目 那這裡就分了 有 剛剛不是專門排我節目 才有Figure Talk 那這節目主要都是英文去播映的 那剛剛有個美女在這裡 那另外 這個用英文做過 其實跟包玩具類似 不過主要是我一個人做的 還有是做一些比較 有時候可能沒有那麼大路的Figure 總之是關於人型 公仔 冰人 Figure 都是關於這些 那都是只要開箱為主 那就是用英文為主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話 看片也可以 那現在的節目呢 開頭我們都盡量用畫面 走線 然後你們看完之後 就講對白 即是講評述 那些英文 可能 如果有純粹想看立體化畫面的影片 其實看完之後 你可以走 好 那就有TV看真好 多謝你 你這樣也好 這樣也可以讚 真的多謝 什麼 公司那邊裝過甲架 裝了 剛才那支棍子突然沒有 不是沒有電 很久沒有動 它自己下跌了 好 那繼續講 第二個節目 最多人看 unboxing 就是爆玩具 中英文人都可以看到 這就是全部爆玩具 我先講一講 這是一個廣告 沒辦法了 是Youtube廣告 那你會看到我們的影片 那為什麼是這條呢 因為我們有時候分了類 分兩種 即是因為Weat Figure Talk 都是爆玩具的類型 我們都放進去 那最update的都會先走 那另外我們有新聞節目 Toys News 跟著有圓形不露 就是專講一些Flow Type 即是未面試的產品 譬如我們分集數 每個星期四 今個星期四 大家可能真的太累了 或是沒什麼新東西 那我們休一休 明晚又要出動 所以就休一休 那就會有分季度 集數 譬如上一次就是 第五季 S05 第八集 那這個是火集 那進去呢 你會看到整排 就在那裡了 整排 即是那一集 八個部分都在那裡 可以在那裡找到的 那如果你不弄它 應該可以繼續直播下去 八條片 那 剛剛就看到好吵做壞 就是那個叫做超人的物體 好 說笑而已 不要生氣 OK 原形不露之後 集數 然後有talk show talk show 就是一些 訪問節目多 其實每個節目 我們都會分兩類 可能是兩至三類 就是不會單一的 可能是talk show 或者是命人館 名人訪問 都會放在那裡 同一個CAD 裡面的 好了 OK 先彈出來 好了 社群是未有事的 沒有事做到的 頻道呢 都是未有事做到的 好 簡介可以看一下 簡介呢 我們就要講了 我們ToysTV的一些東西 不用用電 歌頻 我拍YouTube 都是用 不用用 下次問你 好 這裏有中英文介紹 ToysTV 這裏我們就是 其實我們僅僅是開了 YouTube Channel 大概一年鬆一點的 對不起 不是 是未夠一年了 對不起 我們六月開 又來了 我們六月開 這個設計真的要 反映一下 跟這個有關的廠商 因為它不鬥它 就不行 可能我不懂 因為這個棍子其實有個Apps 我沒有安裝過Apps 有安裝到 但我沒有用 因為這樣原始點做 我就用一些Handle 反而 好 應該不關我的廠商的事 OK 我們開了大概九個月 其實已經超過一百萬的觀看次數 不是點擊 點擊就是 一秒 這個是觀看次數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YouTube如何計算 好了 九完YouTube之後 你也知道我們有整班主持 好 好 那看看換他TV的Facebook 可能呢 拍電視就會差一點 那 是呀 今集會悶一點 希望我講到少了 多個都 OK 沒有問題 隨時問我 好 那這裡我們就 不要拍 我拍著我 OK 先轉一轉 好了 我的Facebook 其實呢 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有些轉播廣告 其實是有的 我們這些最新的片段都會放上來 有時候有些就 會不是全部的 其實我們現在都開始會把 我們其他主持的一些節目 都會放在 ToysTV的Facebook平台 和YouTube上播放 那你會陸續續看到 很多 越來越多主持的 的節目 會在這裏包含 譬如說 譬如說 平日星期四晚呢 我們有很多節目啦 有Live啦 有些不是Live 但是那些就一齊 一齊一班好朋友一起做 那可能有些 譬如偏滿一點的 或者是一些 專注一點的 我們會交給個別的主持 去專項去做 所以大家不妨留意 他們個人專頁 或者是Fan Page 那因為 可能有些節目 ToysTV 未必會播的 那當然我們可以的話 盡量都會播 但是 我們這麼多的主持 就結集了一個 比較大的力量 就成為一個 呃 呃 真的 我自己形容啦 你說不是也不怕啦 就是KOL的平台 那這個KOL的平台 就真的做 專門做Collectable的玩具 就不是做一些 小朋友那些 因為其實小朋友都不玩玩玩具 那我們就主力做這些 但是當中各個的專長 和喜好都不同 所以我們都會分開 他們可以做一些 他們自己做的事情 而我們 結集了呢 就換個TV了 那他們個別的Page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那現在呢 我們就會說回 這一群朋友的Page 好了 明晚我們就看這套 鐵街密 那很多謝 電影院 和相關的 沒有記錯的Media Link 就是請我們去的 那很多謝 你送了一支票 那也換個TV 有些朋友都會 應該會得到 這個贈圈 那明晚就8點半 8點半會做什麼呢 先是水木一郎先生會唱 我真的想唱 不過我忘記了歌詞 不過我不唱 已經留在太歲族 那呢 就在Walker正在看 那呢 8點半會唱歌 所以想看水木一郎唱歌 一定要早一點到 那套戲應該是9點 沒有記錯9點50分才開 所以就聽完唱歌之後 去吃東西 那才去看電影 不過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那裡 那裡現在很多食店 所以都不擔心 OK 那就說一下 先介紹第一個 我們的 你猜一下 我們現在看不到的 我們第一個主持要介紹的 就是我們的 小 不可以這麼說 不喜歡他 我們的 好受歡迎 好受女粉的歡迎 阿嘉 好 不想擔心 我遮掩 一來 看不到我的帳戶是什麼 我用鬼帳戶開的 就是我們 看不到朋友才看到的 所以看不到 不要猜了 也不是我自己的帳戶 只是公開 大家都看到的 大家剛才那些 哎呀我們很小心 其實 那就是 小 阿嘉 這個很明顯 不是韓星的Page 不要搞錯 你看看 是一個 是一個 很明顯 一個 韓星獨男的Page 不是韓星 是韓星獨男的Page OK 第一個是阿嘉 其實是Random 又來了 又來了 是否好玩呢 真的 又不記得按 按 OK 好了 那阿嘉 其實呢 他就是 玩具業的 業內人士來的 沒錯 他就在 一家公司了 其實有說的了 做工程師 設計師 基本上就是 你們玩的 很漂亮的 收藏品 玩具 其實很多時候 他都會有參與 當然 各個 Project 的同事 也不同 他有參與一部分 他個人資料 你自己看 他都會分享自己的私人東西 其實都是主要是玩具 應該看不到很多女生的東西 這是玩具 很明顯 全部都是玩具 好了 不看太多了 如果你想認識他多一點 你跟他做 Add Friend 因為這個阿嘉 不是這個阿嘉 阿嘉這個Page 應該是私人Page 你看到 Add Friend 這個就是 這麼多蠻蠻的 應該是女生給的 那是一個 就是 Add Friend 那你 Add Friend 就行了 看你跟不跟你 Friend OK 阿迪禁詞才進來 好 正好 第二個 就是你了 你進來就對了 沒錯 就是Toys Walker 那我們 Twice TV 另外一個 就不要說誰 因為每個人都猛脹 另外一個 中流底柱 那 的比較 都是 專注在攝影方面 他也是一個 超級的玩具迷 不用說 買玩具 買得很多 多到我都覺得 嘩 我最瘋的時候 都跟他一起揮 或者反過來 那 他其實 很喜歡拍玩具 照片 也有一個 其實都很出名的 一個 就是 拍玩具產品的攝影師 嘩 竟然有生氣 好奇 不要緊 生氣到想避 那 沒錯 那 他這個是Fan Page 大家可以 like 人數都不少 最近都 有一條很精彩的 關於萬能俠的影片 非常之多人喜歡 他就是我們其中一個主持 他說自己不是主持 我們叫他導演 監製 什麼都好 總之他很多技術性的 都會幫我們 那麼 拍美照 找他 我意思不是做生意 他拍產品 真的 好 行內之名 OK 那 講工作而已 不講私人 他今年幾歲 身高幾多 重量 是不會講的 不過如果你要問我 私信我 我告訴你 阿滴多重 好了 那 阿滴講完了 那 下一個了 你猜不到我先出哪個主持 哈哈 嘿 嘩 為何這樣 好 明白 這個 這個不是Iman 這個就是阿Joe 阿Joe 阿Joe 阿Joe是比較 我們一個 身家的主持 有一段時間來講 那 Joe也很喜歡拍照 那 他應該也是 一個超級玩具迷 那 他的工作呢 你和他 like了他的page 或者你自己去了解一下 那 他也會分享一些個人喜好 例如一些比較 很西化的分享 自己會拍的東西 有時候他拍一些東西 都 我覺得都幾老 是的 之前拍了一個地方的 商場的東西 拍得很漂亮的 就是這裡了 開來看看 一個商場的東西來的 商場的展覽 不好意思 今晚 因為一個人搞了 那 就不聽歌了 那 他自己拍的影片 這個就是阿Joe 你可以感受到阿Joe 原來是一個很浪漫的人來的 很西化啦 很浪漫 很講究 他是朋友來的 那 他喜歡的東西呢 就是 主要 是 什麼呢 你問他吧 我也想不起來 就是 就是想不起來 剛才有人提到阿Dick的 擺帖子很棒 是啊 我認識一些朋友 擺帖子都很棒的 不單是阿Dick 阿Dick的 阿Dick的客人就不會走路 基本上 好啦 那我不回頭了 如果想再看 大家待會再看Live之後 我再介紹另一個主持 介紹第四位的主持 硬硬 我停 哎 音樂有開著 就是這個 你不知道是什麼 Bewater My Friend 其實就是玩具 前線 Toy7 其實這個 就是子龍的 所以你不說 你就不知道 其實子龍搞了一段時間 他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些玩具 他會分享一些 Gypsy Danger 會分享一些 其他頻道的朋友的東西 很多的 他比較闊一點 但我覺得子龍比較純熟 他最喜歡Batman 應該 他對影視的 收藏品玩具 會比較專注一點 剛才阿Dick 多數是機械人 日系玩具 阿Dick 當然是做回公司的東西 當然他對日系都很熟 阿Joe 又是一個浪漫的浪子 我知道他正在看的 所以我就會找他來搞笑 嘩 在幾多分享之下 好 剛剛有一個人回覆我 可不可以介紹 他說睡了 剛剛醒了那個人 不說誰了 我們會分兩集介紹的 不用擔心 因為我不想節目拖太長 因為都不少時間 好 我們再介紹下一位 沒錯 就是小弟 小弟 再重複一次 我是做玩具的 所以我們做的事情 其實都會為自己公司 或者相關 合作夥伴 或者是一些 行家 我們都會 無任歡迎 去幫忙做推廣 這個是真的 那 就不是只做自己公司的 但因為我是行來 我更加要重申一次 就是我們盡量 我們都會做 當然有些事情 我們覺得 OK 自己過不了關 我們就幫不了手 但如果 一般來說 我們做到 我們都會盡量幫忙的 無論是產品 設計 零售 代理 批發 都可以 不過是collectable的玩具 就是一些 我們叫 大哥 大多數的男士 成年男士 收藏的玩具 那些 就不是一些 小朋友 玩鴨仔 那些 OK 外國和本地都很歡迎 國內都很歡迎 又來了 今晚 經常都忘記按 應該夠時間 要按 好了 真是不好意思 大家可能都在下一刻 如果在看電視 不是在看影片 當然 好了 好了 這個這麼右揚的音樂 就要多謝阿Joe 好 好 這個是我 那 我那個也是 Fan Page 其實我也有個人 Page 如果可以做Fan也沒有問題 這個Fan Page 更方便 因為主要是做很多 是關玩具的事情 和私人的事情 基本上是無關的 你看到很多 我自己的節目 再重複一次 其實我們每個主持 都有自己的個人網 Fan Page 自己的私人的Page 都可以加Fan 另外 都會做他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 接下來我們盡量 希望我們 這麼多位主持 如果可以做到 他自己喜歡做的節目 我知道今晚 我們其實 還未介紹所有主持 應該還有一半 做很精彩的味道 因為我希望得到 他們先同意 雖然我不是揭開 他們的私人面紗 不過 都是 都徵求他們先同意 應該我比較好一點 所以今晚 介紹了五位主持 有誰呢 有 韓聲 獨男 哈哈 有 攝影 狂魔 不好意思 有 浪漫的 浪漫男子 還有 這個 如果不知道子龍 其實子龍 有特別的身份 很多身份 那些我都不說 專業的那些都不說 他是港台 都有主持 電台節目的 有聽心機的朋友都知道 輕談淺唱 畢業天 那我呢 Briano 是做玩具的 那做什麼玩具呢 什麼方面呢 這裏不說太多了 因為很多次都 都做這樣 好了 今晚很多謝大家 純粹想介紹一下 部分的主持 因為其實很多朋友都問 會打拌亂我的名字 甚至想知道我們做什麼 大家大概有少少的概念 另外我們的ToysTV Youtube 其實我們都有微博的 甚至Yohu 接下來我們會有自己的網站 會介紹一下 我們一些 即是自己的ToysTV 大家拭目以待 很快會和大家見面 今晚到這裏 希望沒有做Live 今晚做過少少的事情 給大家頂一下人 我不覺得我會幫到 吸引到大家 好像平時那樣高收持 但是 總是多謝大家的收看 MOKA男神 大日窮之父 對了 下次應該 如無意外 我們會介紹 另外幾位 大家都很熟悉的主持 不過可能他們 我們不會說 做什麼 如果是玩具業主要說 喜好 大家可以看看他們的Page 好了 今晚就到這裏 金右洋的音樂 都令到大家很睏 小弟都要離開公司了 多謝大家收看 廣東話轉播 大家明白 逢星期四都廣東話轉播 如果今晚想要看玩具的話 你就會聽到一個華人 廣東話 你又不知道我做什麼 真是不好意思 I feel very sorry if you cannot listen to Cantonese because tonight we don't have live show tonight because we don't have sufficient 新的東西 新的東西 可以展示 和展示 所以我們只需要 做一個直播 簡直的介紹 我們在YouTube 和個人的 或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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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ToysTV 多謝大家收看今晚的ToysTV直播 多謝大家收看今晚的ToysTV直播 不是騙大家播中 不過我趁了機會 大家可以提提 希望大家今晚睡得好 吃得好 休息得好 明早起床 很精神地去工作 祝大家幸福 祝大家平安 祝大家每天都這麼開心 平平和和 遇到好的事 因為人生 其實是負短 好好珍惜你每天 用在有意義的事上 有意義的事上 不好意思 我要停止自己了 拜拜 拜拜